当女人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男人们应该小心了 1.我们下次再聊吧,现在不想说 当一个女人总是遮遮掩掩,不想与你说话 就说明她的心里已经没有你,已经不想将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你听 不想与你分享她的心情,分享她的一切 当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要了解另一个人的想法 当她不想了解你的时候,就代表她也不再爱你 啊,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会解决 当她对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已经不信任你 人与人相处,信任是最基本的 当她连这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的时候 就说明她不再依赖你,信任你 那这种感情不会长久 3.你不要动我的东西 虽然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隐私 但是她若非常排斥这种行为 就说明了她心里已经有了自己不想让你知道的小秘密 说不定她已经有了自己真正心仪的人 当她想要把自己遮掩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认真审视你们之间的关系 4.你不要碰我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很讨厌你了 不希望你接触她,爱一个人是希望与她在一起 希望与她不分离 当你碰到她一下,她都很讨厌的时候 就说明她也不再爱你 5.谢谢你的礼物 但下次还是不要送礼物给我了 当你送她最喜欢的礼物时 她很反常的没有感觉到开心 而是很冷淡的收下礼物 并且告诉你不要再送礼物给她时 这事她对你就已经无所谓了 更不会关心你送什么样的礼物给她 6.你好烦呀 这说明她已经一点都不想掩饰自己的心情 已经讨厌到你到了极致 连遮掩都已经不愿意了 这是你们的关系已经走到了终点 可能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界 谢谢大家